我们往往会去后悔 后悔我如果以前在市区买套房子 这个时候我该如何如何呢 过去的事情你只可追忆 但是再也追不回来 未来你可以计划 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什么才是最珍贵的 此时此刻当下你要知道 我现在在哪里要做什么 我是否做好了 才不会让明天为了今天而后悔 我们很多的未来 都是因为很多的今天而组成的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安住当下 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这才是你未来 不会后悔的一个基础